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黑屋子媽媽到底是什麼身份 洛克斯孩子團的一員 就開始我分析 在黑屋子上白屋子孩子團的時候 稱自己是孤兒 而白屋子孩子團一直都是以家人著稱 所以讓他上了船 我們把重點放在孤兒上面 在那時候韋田同時公佈了黑屋子的媽媽跟妹妹 韋田突如其來的公佈其實讓我蠻驚訝的 這個公佈很有可能就是要在之後解釋黑屋子的生世之謎 也就是從童年開始 他的媽媽跟妹妹是如何離他遠去 不然沒有道理公佈這個媽媽妹妹 拉回來媽媽妹妹如何離黑屋子遠去 我之前自己分析覺得最合理的是 他們被融合在黑屋子體內的 也就是被動的手術融合在一起 這也完美解釋三人一體 但值得注意的是 韋田並沒有說黑屋子是有兩個妹妹還是一個 如果是兩個的話那將會影響劇情 因為如果是兩個的話 那黑屋子媽媽很有可能還活在這世上 沒有被融合進去 我們來談談為什麼要動這個手術 我覺得動這個手術很有可能是黑屋子媽媽搞的鬼 黑屋子媽媽到底是什麼身份 我覺得目前最合理的說法是 黑屋子媽媽是海軍的人 從很多跡象看得出來 像是黑屋子看過惡魔果實圖鑑這件事情 你們可能會說黑屋子是上了白屋子海賊團才看過惡魔果實圖鑑 但要知道的是 白屋子海賊團薩奇拿著暗暗果實的時候 薩奇感覺就不知道那顆是暗暗果實 而黑屋子則說他記得很清楚 黑屋子也說了他在白屋子海賊團埋伏了這幾十年 就是為了得到暗暗果實 這幾十年並沒有說明 有可能是沒有在船上的時候就計畫了 也就是童年之前就已經知道暗暗果實了 那為什麼童年的時候黑屋子能看過惡魔果實圖鑑呢? 所以我第一推判 黑屋子媽媽是持有圖鑑的 所以在童年的時候黑屋子才看過圖鑑 所以我覺得黑屋子媽媽最有可能是一名海軍 因為只有海軍跟文斯默克家族有而已 第一,黑屋子媽媽是海軍 再來就是黑屋子為什麼那麼想要吃暗暗果實 他肯定知道暗暗果實的強大能力才夢寐以求的 而目前最主流的說法是 洛克斯是暗暗果實上一位使用者 這我想是一個完全合理的推測 洛克斯當初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需要羅傑、卡普兩人才可以把他扳倒 如果黑屋子就是看了洛克斯的時期 所以才想要吃下暗暗果實的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解釋 為什麼黑屋子對暗暗果實那麼痴迷呢? 畢竟那是上一位王者的果實能力 但黑屋子要怎麼知道洛克斯的故事呢? 這我想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白屋子講給他聽的 畢竟白屋子之前就是洛克斯海賊團的議員 第二就是他從不明的地方聽到的 也就是未公布 第三就是黑屋子的媽媽是洛克斯海賊團的議員 所以在黑屋子上白屋子海賊團之前 就已經從媽媽口中得知暗暗果實 第二,黑屋子媽媽是洛克斯海賊團的議員 再回到剛剛說的為什麼要動這個融合手術 可能就是被海軍抓住 所以才被當作實驗體 我自己覺得黑屋子媽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以前的一舉一動 才能造就現在的黑屋子 所以不管黑屋子的媽媽身份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他對海賊王的劇情是有影響力的人物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